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生涯太过辉煌了 乃至掩盖了他生命中的另一片天空 银幕星空 2018年底 红线女艺术中心举办了银幕风采 红线女与香港电影的回顾展览 犹如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窗户 让人们陡然看见灿烂星空的一角 红线女那些形形色色 风情万种的迷人电影剧照 显示了红线女绝对是当时香港影坛 最当红的影后之一 用摩登 时尚 潮流 魅力四射 等等形容词也毫不夸张 那种电影明星的法 就算是放在时下看 也别有味道 毫不示弱 我们要感谢那些有心研究 红线女电影艺术的专家学者们 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研究着红线女当年的电影足迹 带我们回到了七十年前的香港片场 1947年的一天 电影《我为轻狂》剧组 正准备开拍第一个镜头 导演和制片人此刻却有些担心 按照当时的规矩 一部电影的第一个镜头 最好能一遍通过 图一个开示大级的豪彩头 而眼下这第一个镜头里的女演员 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电影表演经验的人 她虽然是一个当红的乐剧演员 但她会不会不适应电影的表演呢 她会不会带有过重的舞台表演痕迹呢 导演一再嘱咐 这是个简单的单人镜头 视线要看向镜头 又要透过镜头 情绪要表达准确 随着导演一声开拍 红线女一气呵成 自然又精准地完成了第一个镜头 导演 导演暂许地高喊了一句 OK Pass 从这一声OK之后 红线女顺利地开始了她的电影生涯 她似乎天生就是吃电影饭的 一个生活化一个必真性她都做到了 完全是一个天才来的 如果说我没有知道红线女红老师 她是乐剧演员 我会认为她是一个很出色的电影演员 在舞台上乐剧演员那个螺固点那种节奏 那演员的那种戏曲演员的一些城市动作的痕迹 在影片当中是荡然无存了 几乎与此同时 红线女接拍了另一部电影《藕断思连》 《藕断思连》和《我为轻狂》 一并成了红线女的第一部 这在所有电影演员中也是罕见的 从这一年起 她的电影事业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据不完全统计 仅仅香港的九年前 红线女拍了近百部电影 最高一年达二十三部 几乎是爆炸式的增长 红线女完全是爆红 红线女她在香港 称号是叫千面女皇 她的这种多面性 她的塑造人物的这种能力 非常的强 这个在香港是非常突出的 这是马施增 红线女的细宝和喜剧名片 马施增和红线女在片中 都有精彩展现 红线女演过的二十多部喜剧影片 大多失散 唐氏是所能见到的典型代表 据说周星驰日后重拍《神死观》时 梅艳芳为了演好女主角 还认真地借鉴了红线女几十年前的表演 她能把这个人物的那种 挥谐 机智 幽默 甚至于很俏皮的一个方面 演得非常好 这个在红老师的电影生涯里面 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角色 红线女演出的反派人物有 野花香 人间慈父 渡巢等 孤厨类中的小金凤是个典型 红线女演出了一个美丽妖娆 自私自利 功于心计 巧舌如簧的狠独厚母 好在影片结尾让她有了忏悔 该片当时很赚观众眼泪 被媒体评为叫好叫做 创当年最高卖座记录的 警示社会问题篇 并由署名残忌者 还专门填词菩萨蛮 在报章上圣赞红线女的表演 在一代名花中 红线女展示了一个女人 如何令人心碎地 转换着交际花 情人 母亲 三种身份 三种人格 她的这张剧照 曾吸引过多少人的目光 红线女曾经说过 她们都是经历了人生 最苦 最深的尘痛 她们是卑贱的 但心却是高贵的 有人研究 红线女在电影中 共扮演过十九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形象 没有一个是雷同的 她们全都是红线女塑造的艺术人物 在荧幕展示的永远是女性的美 光影的魅 提起紫媚花 红线女会十分兴奋 因为这是她十分喜欢的蝴蝶 曾经演过的电影 她竟然能翻演自己偶像的作品 在一部片中 同时饰演不同个性的两人 在红线女的电影中有好几部 玉女繁金 一带明花等 红线女驾驭的都十分到位 充分显示了她当时已经达到的艺术功力 她演一个戴着一种很强烈的性压抑的寡妇 就遇到一个年轻人 即你既看到她对这个年轻人有一种吸引 但是也都看到她控制着自己 那这种既被吸引 亦被控制的这个分传 拿捏得相当好 红线女主演的《玉离魂》 艺术成就很高 甚至有人拿她与电影史上经典 《小城之春》相比 在派临死前的一场戏中 她非常想见孟霞先生 她想孟霞先生能够在她死后 好好地爱她的小姑 眼泪从她的脸上流下来 把一个女子的苦恋 深爱又不能够爱的那种心理情感 刻画得细致入微 红红线女饰演的若莲 是典型的东方女性 一个朴实 善良 忍辱负重 吃苦太劳的农夫 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饱受天灾人祸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穷苦人 人道代表了当时香港电影的严肃 认真和高品味 有人甚至将她与蔡楚生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相提并论 红线女抛开了所有的杂念 和外表的华丽 投入人物的内心中去 行神兼备地演活了 这一个原本离她很远的角色 这些是做父母应有的责任 我虽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母亲 但是我已经尽了我做母亲的责任 《死母类》是史诗式的作品 通过一个母亲多灾多难 而又坚韧顽强的一生 颂养了女性的崇高和伟大 那个时候洪老师才二十多岁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可以把一个少女到老年人的那种形象 展现得非常精彩 让观众永远看着 红线女演绎的角色 而不是看红线女 这个是一个艺术家的一种 对于角色的谦卑 她下足了功夫 甚至借鉴了马施增母亲 二婶的某些细节 她一战成功 影片一经公映 便轰动了港澳和东南亚 成为该年度的票房冠军 并大大提升了粤语片的品位 这出戏是二战后第一次被获安排在西天院线上映的港产片 她在乐生戏院和百老汇戏院上映两周 并请红线女出席首映礼 登台演唱 影片插曲《中秋月》 成为轰动香港的一大新闻 此母类被评为当年度最佳粤语片 并一举荣获媒体组织评选的三项大奖 红线女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1954年秋在香港供应 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 一举夺得了该年的票房冠军 红线女在秋中的表演 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但是当她发现决心完全无能为力 完全帮不了她的时候 她非常的失望 她的那个眼神从期望变成失望 那种希望之火慢慢地熄灭 然后转身离开 她的这些眼神的表现 表现得非常好 那眼神是一种艺术的辐射 辐射出翠环被压抑的 埋在心灵深处的爱恨 忧 忧 忧 红线女在胭脂虎中呈现的表演功力 是令人震撼的 白兰花是胭脂虎中的女主人公 一个饱受欺凌 苦大愁深的女子 一个妩媚妖娆 能歌善舞 多才多艺的歌女 一个疯狂的复仇女神 这三个形象既分裂又统一 实质上是一个生命的延续 但是她们的内心活动 外部动作 神态举止上都有很大差异 她有两个的表演 舞蹈的表演 一个是排练这个 演这个凤阳花鼓 还有一段红金舞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红线女 她是一看 她就是完全是一个多才多艺的 完全就会的 能歌善舞的 一点不交入在造作 时期曾评价胭脂户 反忽传统道德 甚至反忽暴虐下的亲情 其大胆悲壮 在粤语片 甚至国语片 都非常少见 我跟女姐合作过电影 合作过很多部 那么大家都知道 女姐的工作态度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合作得非常愉快 在这场戏中 阿金不能让盲婆婆发现求虎 求虎又急于表现自己 阿金一会儿要阻止这个 一会儿要阻止那个 红线女通过细微的表情 身段和手势 演绎得非常生动精彩 这个角色可以说是 红线女的演出的其中一个代表作 及后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的原野 但是你问心一句 都仍是以 女姐那个原野最好看 谢有良 看完红线女电影 原野后写道 她是原野的女儿 她的脸庞流露着典雅的东方气质 妖娆中带有几分清纯 散发着不可抵挡的迷人气息 她时而楚楚咳人 时而躲躲逼人 时而哭 时而笑 真亦假实 假亦真 整个云山雾罩 也许这就是女人味 香港影评人评论红线女的电影 经常提的两点 一是百变 二是女人味 像红线女这样的演员 不用搔手弄姿 不用花枝乱颤 不用贫送秋波 随便往那一站 就有了 红线女这样的演员 她们的一张脸 往往具有迷要的功效 不少观众走进电影院 不为别的 就为了看这张脸 红线女可圈可点的精品 还有爱情片 天长地久 被媒体评为 百年百家电影之一 红线女也被评为 百年百家演员之一 在中联影兵公司的时候 因为我和她 大家都是股东 有一个艺员 有一段时期 我们大家也很密切 我记得 我和她合作 天长地久的时候 公司分发走剧本 她是非常负责 深切了解 结果我们这个片出来的时候 表演灯就很有深度 就很有意境 这些就不怪得 女姐这么多年 有这么多影迷去拥护 反映平常家庭生活的家家户户 不但票房好 而且被香港舆论誉为 幸福家庭的参考书等等 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婆婆要给小孩子戴耳环 用火烧了针头要去扎孩子 作为一个母亲 红线女此时再也忍受不了了 她就像一只发怒的母狮子一样 向她婆婆扑过去 把孩子夺了过来 即或用现在的角度看 红线女当年的电影作品中 也当有二十多部 算得上上乘之作 足可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 留下印记了 香港权威的影评人 曾经这样评价她 红线女以百变的面孔 演绎了许多高难度的角色 每个角色都有十足的女人味 每篇都有生命感 香港电影史家于牧云甚至认为 她在电影方面的成就 超越了她在乐剧方面的成就 徐承北记载道 他每天去机房看当天拍出来的片子 每逢看到拍的不好的段落 他都要求导演重拍 久而久之 摄影机不再是阻拦他感情的对头 反而成了她展现内心世界的密友 谭智香记载道 若是有点空就往电影院跑 她把这叫做看公鱼电影 看公鱼电影不是为了消遣 而是学习 因为过度劳累辛苦 红线女曾经晕倒在偏差 但一点也没有减少她对电影的爱 红线女自己说 电影赋予我的绝不仅仅是名利 它最使我迷恋 珍惜的是 它就像一面镜子 忠实地记录下我的每一次表演 既可以看到何处有长进 又可以看到哪里有不足 敦促我向更美好的境界进取 她义无反顾地参与香港电影界 致使人人们发起的 粤语电影清洁运动 反对唯利仕途 反对粗制滥造 她正是通过拍摄这些 有追求的优秀电影 最终站上了自己电影事业的 巅峰 她的作品和她塑造的人物 一起代表了香港 五十年代电影 粤语片艺术的最高成就 墨汝城指出 她是带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走进影坛的 她也学习借鉴电影艺术的经验 丰富提高乐剧艺术 她在创办真善美乐剧团时 首演的第一部乐剧《蝴蝶夫人》中 就引入了电影的表现手法 剧中有一段回忆往事的片段 就是事先拍成电影 在舞台上作为背景播放 剧场效果很不错 包括像《上金山》那场戏 我很深印象当时她跟我说 这里我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段 我们一个岁部转的时候 画一直在变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大佛堂了 一个大佛堂了 当时她跟我说 我们这个就是用 蒙太奇的电影手法 不管是在香港 还是回归祖国大陆以后 她与许多电影界的人士 都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和友谊 她在他们身上 学习和吸收了 很多对自己表演艺术 有意的养分 她的唱也好 她的作也好 都集中在那个人物的身上 我们在艺术道路上 还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的心是相同的 都是为这个艺术 可以就是说牺牲一切 尽管因为种种原因 《红线女》回归后的几十年间 遗憾地只拍摄了几部戏曲电影 但不要小看他们 步步都是精品 有人认为 在中国艺术史上 可以载入史册的名家慎重 但具有这样的优势 同时能够在戏曲和电影 两大领域都取得如此杰出成就的 可能就仅红线女艺人 在1973年 红线女还用《矿线连》的名字 拍摄了一部现代乐剧电影 《杀家帮》 要求红线女演阿庆嫂 是当时国务院办公室下的文件 我来说要跟她拍个戏 就是杀家帮 这个红线女有个精神 给我理解她 她早上四点五点钟起床 练功 很敬业 审查以后肯定老旷嘛 有深度嘛 有厚度嘛 有气质嘛 三有嘛 叫她好意思 要离开了 尽管由于各种限制 红线女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特长 造成她的很多遗憾 但这部电影依然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重新就唤起了人家对这个地方戏曲 至少在广东地区对这个剧种 一种怀念也好流暖也好 和她一生所尊崇的老顺那句话 很有关系 石在火是不会灭的 1990年 红线女拍摄了她最后一部戏曲电影 李湘君 她以65岁的高龄 依旧尽心尽力地打拼着 为我们留下了她宝贵的戏剧表演 和电影艺术相结合的上品之作 历史是公平的 历史更是有记忆的 1998年 香港临时市政局隆重主办了 银海艳影红线女从影50周年纪念展 高度评价了红线女 在电影艺术上取得的崇高成就 并上映了红线女的十部优秀代表作品 2004年 红线女的名字与首印 应刻在了香港的星光大道上 就红线女在她的电影表演艺术的成就 无论是在香港电影历史上 还是在中国电影历史上 都应该是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今天在这新翻修的星光大道上 我们感受到的是 时代的波澜起伏是无法阻挡的 但有一种东西是永远冲刷不去的 红线女的名字和她对电影艺术的杰出贡献 将永远映刻在历史的铭记之中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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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